也有发出一些以外国股票为相关资产的warrant 就好像在2007年 我们曾经有发行商很流行发行所谓的香港股 中国中鱼移动、中石油或者是中国绿越 为相关资产的warrant 当时股价大气 对不对 尤其是中国H股在香港上市的 他们这里的发行上看到这个气势 就把他们H股的订单在马来西亚卖 那么那时候就很多人真的是赚钱的 中石油 因为在A股回归这一个阶段 我没有记错几项warrant 都是一脚钱几点一块钱是费的 再赚两个月时间 那么是有这样的方法 可以在马来西亚股市里面买以外国资产的warrant 最近也有一个银行出一些 美国股票会相关资产的warrant 但是一般上在马来西亚买这个外国 warrant 那个 只能够在market换售买 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叫出来很少 没有必要 那么如果你要真正去买warrant 你不如直接在香港或者在新加坡股市买 你本身是过去买还是透过这里 现在有很多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你 在外国股价开一个warrant 如果你相当于可以去香港开一个warrant 不然的话 有很多马来西亚的证券行 也有所谓的提供海外市场的 股票买卖的服务啊 就这样可能你的佣金会贵一点 但是 你本身是透过什么方法去购买? 我一般上次在香港直接买 我直接买啊 要比较能够掌握啊 没有经过中间人啊 没有啊 因为我比较常在香港的时候 就直接去那边 而且下盘都是通过上网的 网上交易 就很方便 对 新加坡方面怎样 也是过去还是 够口网 新加坡我比较少参与 还是香港比较好 因为我是比较看好的啊 中国的股 中国大兴的股 都是在香港 那你讲的十倍那种 那种赚钱啊 你买母股 很难赚得到 对啊 你看像中国 大概是1993的时候 如果Hedge股 如果你 不是讲那种 美国有收到什么金融 上班的影响 比如很多 中国的矿业股 矿业股 有很多项 是讲的 资源股 比2007年高峰的时候 已经下降了 有些甚至下至九成 但是现在可能是上了一点 比高峰 跌了八成 还有很多 如果这个时候 你买这种中国股 会日后 可以从人民币增值 跟这个股票价值回升的 两个大因素 过来这个金融也是要 能力面肯定升值 对啊 所以就觉得 买这个中国的香港Cash股 是 很有钱景的 是比较有钱景 但是当然你要炒卧人的话 你就 他比较小心会是有期限还有博夫 但短期是有上有下 但是长期其实是不要 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沃人市场的前景 如何 以你的看法 那么马来西亚的话 我是觉得我们的证捐股员会在 推发这个产品的 新产品的那个 那个毅力 还不怎么 不积极 还不太积极 很多 什么原因 可能一方面呢 这种产品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当然不大了解 不要复杂的产品 我相信像马来西亚 研究这种产品的人也不多 而且 以此类推 我相信证券委员会 也没有太多人 研究这种产品 可能他们不懂得这种产品的性质 所以就 没有允许允判产品的发行 可能是在这样的时间 不然的话 去年应该是一个大使 大使机提供 所谓的证捐银行 可以发出认股 认股仆 记得去发展 去年如果你有推出这种股仆的话 你的交易量肯定增加了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温众师上来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 谢谢 谢谢